約三法是南國有台國 從六保安、阿彬仔、阿薩 生起來第四人的國王 他的名字意思是 也好花心盤 在雷王吉裡面說到約三法的故事沒多少 就在雷王吉上關22點 有說到約三法 跟一些國王阿哈王聯合派兵去相接 結果阿哈王正式的故事 在那個地方留給我們一個英雄 就是在約三法最國王的時期 雷台和伊西列南方兩國 因為約三法和阿哈兩個國王的關係 來保持有很多的好平 在今天所在的立台志上關 17點到18點兩點 有記載關係約三法國王的故事 18點和列王吉上關22點的記載秀秀秀 所不一樣是17點的內容 在那裡記載多多約三法 在宗教上面的改革 他不僅全身遵侯上帝 又獨特在以九五上的神廟 甚至又派立民人 在宗教上面跟這次宗教全國 他都說是民民敬拜相帝 尊手相帝的改名 第六次特別形容他說 他領恕相帝最嚴重 這時我們可以翻新 自己信用的態度 以及思考我們避充上帝內在的動機是什麼 有人尊心上帝會是因為怕上帝來得罪 讓上帝來出發 有人來告會是因為太多疾患 而且是為到其他人的關係來 有人來告會見白上帝 是因為希望能得到上帝的避充 當然這些都會用力 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總是就是少看不太對重上帝的心意 上帝要我們敬為他、敬重他 還要我們來敬愛他 就像有三法共同一樣 他避充上帝是抓上帝最嚴重的避充上帝 這種避充可以保持熱心和熱情 在這裡也讓我想到 在我們中路教會信用傳統裡面 有一個尾書民主席要理的問答 第一條說 人生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應更上帝 永遠抓上帝最應更 這也是我們所應該追求 最好的信用的態度